100.7年第香港基金院選舉中第11月24號基行 為了林股發貴選的強勢 加記市政府正宏處結合加記檢驗調整黨委 今天在加記市選舉委員會 為100.7年第香港基金院選舉 加記好好不買賣票發貴選共有參數 華東和開示範 共同用社會選時轉加記發貴選的關心 華東有市府連政團隊以發貴選順口料 和歌曲進行規定表演 該市選舉委員會主委定委訪 低檢驗主任檢驗過幾名 該市提到副主任李青鋒 市府政皇處以及警察局 共同委發貴選公約參數華東各務 副市長既選委會主委定委訪表時 台灣是市民主是先人正處來的選舉 但貴選風氣市中沒辦法動作 造成對民主的障害 兩位選手段企圖影響選舉結構 一點都沒有特地尊重 希望該市今年能感情選舉 這能選出有能力青年修法的好選人 民主選出來的不論是市長 首長 還是議員 里長 都是要為人民服務 會選是會破壞了選選以能的原則 我們痛恨會選 而且經過會選當選人 絕對不容尊重 不受尊重 這個危害我們政府的效能很大 我們希望所有民眾市民朋友了解這一點 買票犯法 賣票同樣犯法 我們不要輕易挑戰法力 嘉義地檢室主任檢察官過幾名標示 對國中贊出北京的環境避散方式 都有萬全的準備 減境條正風頂單位也密切配合 那在到避散情主一定會嚴格調查 那我們地檢署所做的準備呢 就是藉由我們相關的查會單位 檢警調正風 以及我們民間所謂的布下很多的地雷 灑下天羅地網 告訴大家 你只要出手買票 只要出手賣票 我們都有透過完整的收證計畫 還有訓練教育 希望這些檢舉的地雷 希望承辦的警察同仁 我們都能夠取得證據 向我們檢舉地檢署 有即將成立所有那個值班的同仁 那也有負責執行的主任檢察官 那針對各個轄區 都有派駐檢察官在專責辦理 由嘉義地檢室發起的 環海傘公約簽出了當 修理定義期間 八月二七到八月三一號 另外 為導者買票外風 法務部提供資料五十萬塊 向往五百萬塊的檢舉重金 並且檢舉不會破落身份 請其民朋友安心 用以檢舉 其民朋友要貪五百萬塊 不貪貪五百塊 如果有很合格以回産的情資 可以報告法務部 翻回轉轉 控爆控控 控理數控救救 強創加義期 清涼選風 先新聞頂尊加義期 蔡鳳報道